我表哥买了房子 为了省点房租 直接住进了毛坯房里 到现在家里连个门都没有 趁着回老家 我打算用最简单的方法 把它的卧室打造成毛坯插技风 不仅要控制预算 同时也要环保 又能快速入住 就是这地面实在有点惨不忍睹 不过问题不大 先把地面收拾干净 然后准备水和自流品水泥沙浆 用搅拌器混合搅拌均匀 灵魂之子 搅拌 然后咱们再用辅助刮板 把沙浆均匀地刮平 整体厚度大概三毫米左右 刮完银杆48小时就行了 另外 卧室床头的这两个插座 位置不是很合理 需要咱们重新划线 开槽 重新改到床头罐边上 两个人一人浇水 一人开槽 可以避免灰头土脸 切好之后再用电锤 把走线的部位都给它凿开 床头罐上下各留一个点位 然后把线和线管穿好 埋到刚切好的线槽里 再用水泥沙浆 给它填饰找瓶 等待晾干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又考了一些 二手的废旧木地板 这橙色用在地上估计是够呛的 我决定把它二次改造 用它做一个床头背景墙 先把所有的木地板都一分为二 准备了三种厚度不同的地板 把它们的长度也切成长短不一 接下来再切上几根轮毂 借助激光水平仪 固定好背景墙的框架 然后再给框架上铺一层底板 让背景墙一直通到顶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刚才切好的木地板 脱落有致的给它钉到背板上了 气垫加石木 不用胶 也不用担心有甲醛 非常环保 就这样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终于把整个背景墙做完了 接下来咱们给它注入灵魂 用COB灯带 从铜片连接处剪到合适的长短 撕掉背胶 可以直接粘在背景墙预留好的凹槽里 从底部接上低压电源 点亮以后有一种见光不见灯的高级感 可以作为卧室的辅助照明 暖光也会让卧室变得温馨 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决一下毛皮墙面掉灰的问题 准备透明的界面剂 给墙面均匀的刷上两遍 这样可以把灰尘都封闭起来 然后再准备哑光聚氨纸照面 均匀的给整体滚涂两遍 这样干透以后 它可以形成一个坚硬且透明的保护壳 可以起到防水耐污的作用 这样就不用铺地砖了 脏了以后拖地也没问题 光脚也可以 另外卧室的照明系统 我打算把它改成 明装的五主灯设计 在床头和床尾各安装一根明装的灯光轨道 然后用钢管把主灯的线路 给它接到轨道上 至于轨道上的灯光各式各样的都有 床头柜上可以安装吊灯 给背景墙来一个聚光灯 那里不亮咱们就可以点那里 可玩性很高 灯光效果也很丰富 拆装维修都很简单 接下来家具就可以入场了 之前我搬新家 表哥送了我祖传的石木老门板 做成了一个书桌 这次为了让表哥快速入住 咱们送他一套石木家具 首先是衣柜 里边的挂杆都是石木的 整体采用了直拼的项目板 中间还加了传统的横称工艺 可以有效地防止变形开裂 边角也做了圆壶处理 手感温润 也能防止磕碰受伤 传统工艺还结合了内牵式轨道 推拉式开门 关门自带阻尼 很有高级感 不会光光响 也不占用走道空间 另外衣柜旁边 咱们搭配安装 石木家铜的电灯开关 提升一下空间质感 连旁边的擦座 也一起换成石木的 接下来再组装一个 胡桃木的石木床 整体框架全都是石木 而且床箱还可以增加储物空间 尤其是真皮包裹的床头软包 手感特别柔软舒服 和胡桃木搭配特别有质感 木材也都做了导角抛光 手感特丝滑 跟石木背景墙和整体风格也很搭 另外咱们用电锤 在旁边墙上打孔 通过这种膨胀楼栓 安装两个石木悬浮床头棍 通电之后底部带灯光 卫生也很好打扫 至于背景墙灯光 可以增加一个遥控模块 可以无线遥控灯光开启与关闭 跟普通开关一样 选贴哪里都可以 接下来咱们还需要解决一下 隐私问题 给窗户上安一个罗马根 选同色系的窗帘 来搭配整体软装 再给床上换一个 舒服的棉麻四件套 床边放小地毯 削弱冰冷感 加点小摆件 增贴氛围感 整体这一套家具 带DIY背景墙 都是湿木的 加上棉麻和暖色的灯光 感觉非常温馨 就是窗帘边上 还有一块空地 正好放一把椅子 湿木的框架 和暖灰色的布衣搭配 生活起居休闲 都非常合适 尤其搭配绿纸和落地灯 也很好看 另外卧室还缺个门 先挂一个临时门帘 这次卧室改造就完成了 按这个思路 之后的部分 也可以边住边装修 这种毛皮插技风 不光省钱 而且可以去掉一切 不必要的装饰 避免过度装修 能让最原始的材料 释放它本身的美感 尤其搭配 石木成品家具 非常环保 无需等待 改完就可以入住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